学佛修行,成佛是我们最终的理想 在佛门中,有其中弟子,有在家出家,知界律仪各有不同 出家有僧文界,菩萨界,在家弟子有五界与菩萨界 还有佛陀为在家弟子所制定的一日一夜清净戒行 短期的过着一种类似出家生活的八关在戒 那这样戒当中最主要就是要这样 讲坦白的,讲大家比较能够了解的 戒最主要就是要我们能够清净 为何要清净?因为当我们的行为不正确的时候 那我们的行为不正确的时候,我们的心就不安定 我们会追悔,会热闹 我们常常会受于这样的一个行为造作当中 来障碍我们自己的修学 所以我们身为一个佛陀者是要称佛 佛是清净的 所以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 第一个,我们要忏悔我们的自身 我们要参为我们的自身,端正我们自己 戒就是一种端正,是一种道德 是一种自同自法 我们要以同力之心 以一种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的这样一个心情 来对待我们周遭的一切 所以我们身为一位佛弟子,应当了知 我们知道自己不愿意遇到的种种违缘 也不希望加注到其他众生的身上 所以我们应以一份慈心来持守戒律 法界新闻蔡孟章,林欣宇,台南采访报道